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們日後的旅遊片 和大家宣布一下 我們Uppercase的尖沙咀美麗華分店 已經裝修完重新開幕了 我們的位置是在二樓MIRROR DISCOVERY 要走入少少才看到 最近有非常多日本製的餐具和生活用品上架 大家喜歡日本集貨或者想買禮物送給朋友 就要記得來逛逛 上一集和大家去了媒體shopping 介紹了幾間我很喜歡的店 如果還未看的朋友可以先去看這條影片 今天我們會去天王寺 天王寺地區係的心齋橋和梅田之後 另一個好好行的區域 而且除了shopping之外 還有很多很適合一家大小一起去的地方 今晚我們還找了一間很神秘的 生蠔專門店去吃晚飯 大家記得要看到最後 我們一早會去天王寺動物園 去這個動物園的交通非常方便 直接搭JL去到天王寺站就可以了 而且天王寺動物園的門票很便宜 大人的入場費都只是500日圓 如果大家有買大阪周遊卡的話就更方便 直接憑卡就可以免費入園 天王寺動物園是個超過100年歷史的老牌動物園 而且園區裡有超過180種動物 動物園定時會有動物餵食Show可以看 主要都是下午1點鐘還有陸續開始 所以入園的時候記得要留意演出的時間 我們一來到就去了非洲大草園區 剛好就遇到餵食時間 位置園會在園區四周幾個地方放些食物 既在這些觀賞區就可以近距離見到長頸鹿或班馬吃東西 但除了草食動物可以比較近距離看外 其餘空慢一點的動物 其餘空慢一點的動物 主要都是圈仰在玻璃屋裡面 好像有點孤獨一樣 動物園裡面有一個動物資料管 裡面有不同動物的標本 還有會有些資料介紹不同的動物構造 都蠻適合帶小朋友去看看 以前天王子動物園有兩隻明星星星 他們懂得用刀叉和踩單車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入園看他們 雖然現在他們已經不在了 但是動物園為他們做了兩個雕像去紀念他們 還有保留了一個很大的猩猩園區 現在天王子動物園有兩個園區都重建中 其中一個就是海洋動物館 所以現在看到的企鵝和北極虹都在戶外 不過很快他們就會搬到新園區裡面住了 這個草食動物園可能是最受小朋友歡迎的地方 因為可以親身進去近距離接觸羊仔 羊仔又會旁約無人地在這裡吃東西 離開之前又是去紀念品店看看有沒有東西買的時候 這裡有很多明星動物 好像企鵝、長頸鹿、北極虹都有他們的周邊產品 離開了物園我們就經過天王子公園 這裡有一大片草地 所以很多人會在這裡野餐 加上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附近也有個小型的市集 其實天王子公園一帶有很多餐廳 我們就選了這間Spoonbill試試 Spoonbill是一間結合了多肉植物園藝店 和咖啡店的複合式店 門口外已經放了很多多肉植物 一走進去就會感覺到 好像一個植物溫室設計的小屋 空間裏充滿著不同的植物 採光都用自然的日光為主 餐廳的食物都有配合植物的主題 主要都是蔬果為主的輕食 而且裝飾上面會用很多不同的沙律菜 乾果或者食用花感 我們叫做一個日式肉醬乾咖喱飯 咖喱裡面是一些面自牛肉 加幾種不同類型的豆 雖然沒有傳統印度咖喱味道那麼濃 不過香料味都挺香 有一點點辣的 不是日本咖喱那種偏甜的口味 不過吃起來都是大家會接受到的咖喱味道 另一個是白酒蜆肉意粉 意粉值得出他們用了橄欖油和蒜炒出來 蒜味都挺香濃的 雖然炒出來是乾身 不過很夠味 吃完正餐就到了甜品的時候 我叫了一個蜜糖vonella croissant 即是用牛角包的麵團壓成的鬆餅 因為它是即叫即制的 所以吃的時候還是新鮮熱辣 咬下去很鬆脆 不過略鹽就小了一點點 吃完飯又是逛逛的時候了 我們去了天王子車站上面的商場Mio 近年Mio改建了很多 很多店舖都重新裝修或擴建 而且都加入了很多新店 平時一合合組裝好的雜錦壽司 大家看得多 但在一盒裡面總是有一兩件 不是特別想吃的 但汽水產這裡就可以自己逐件選 這樣就可以選全都是自己想吃的壽司了 這間叫做P2的寵物用品店是新開的 裡面有很多好可愛的寵物玩具和食物 我就在這裡買到停不了手 這裡有很多造型好可愛的寵物食品 例如好像造成鯛魚燒造型的餅乾 還有這個一碟 它就會發出不同動物聲的波波 我買了一個會老鼠叫的波波給我的貓 一開它就玩到瘋了 不用擋在那裡 為甚麼要做 當然也是 不用擋在那裡 用這個好處 在那裡 有這個操績 去哪 connais 你幹麼 我覺得它有點像色彩豐富版的Muji 裡面主要是賣日本製的餐具或肉食用品 都會有少少女裝和其他日用品 而且顏色選擇會多於Muji很多 Flying Tiger在很多地方都有分店 但因為它裡面賣的東西很可愛 所以我時不時都會進去逛逛 我覺得這裡最適合就是開派對的時候 買派對用品或小禮物回去 阿培耶Cuse Mall是另一個大型商場 裡面會有跟Muji不同的品牌 例如像Disney Store或其他卡通角色的店 這裡就有大阪地區特別限定的章魚燒造型 走到差不多就到了晚飯時間 我就選了一間比較特別的居酒屋 它是專門吃生蠔的 如果有看我們之前介紹攝谷的地道居酒屋 就會知道這些居酒屋通常都是隱藏在民居大樓裡面 這次都不例外 因為居酒屋的座位不多 通常沒有預約的話都比較容易沒有位 但是因為這裡主要是做本地人生意 所以預約的話需要打電話 還有這裡的菜單都是全日文的 這間居酒屋是專門吃蠔料理的 所以餐牌上面清一色都是跟蠔有關的菜式 我自己就好喜歡吃蠔 所以來這裡就適合了 這裡由一開始的前菜已經好有客 我第一次去居酒屋是會上魚山做前菜的 生蠔八百日圓兩隻 叫的時候可以選不同的醬料 選項都幾多 就是傳統的Cocktail Sauce 這裡的山蠔很肥美很大隻 雖然吃起來不是很濃味 不過是很creamy 炸蠔900日圓有五大隻 一隻串和我們剛才吃的山蠔差不多大小 還會跟三種不同的Tata Sauce 燒蠔是正常發揮 本來我都不預料它有太大的驚喜 所以叫了一人份 不過這裡的蠔真的很大隻 好幾乎 山蠔大阪燒是這間居酒屋的推介之一 都好好吃 不過我個人的推介就是這個Steaky 它是用鐵板油扒方式煎出來的蠔 醬汁我選了牛油醬油 煎出來的焦香味和蠔的海鮮味很配 用來送酒就一流了 這集天王子一日提案就來到這裡結束了 下集將會有心齋喬身材 還有酒店開箱 還有高級版蟹道羅到底值不值得一試呢 大家想繼續看到我們旅遊片的話 就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分享 可以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這樣我們才有動力繼續繼續下去 都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和留言和我們聊聊天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